其实两位导演都刚好记录了 是同样的一个关照的领域 就是赋予的是一个陆生 他非常热烈拥抱台湾的社会运动 然后参与他 然后雨萱是一群老先生老太太们 他们上街头然后反合 都是对于台湾的现今的社会状况 投入了很多的关怀 雨萱你自己就是金山人对不对 对 所以你选这个主题来拍是用你的用意的 是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一直在外面念书 那其实自从开始会去思考 然后会去了解新闻报什么 核电议题核能议题是怎么样子 开始有这样子去了解公共事务的习惯之后 其实一直也都是生活在台北 所以其实对于金山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太有印象也不太了解 然后是一直到311辅导合在之后 我就开始去想为什么 金山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嘛 可是明明就理得这么近 那那个时候开始好奇 那这个好奇心其实已经维持了两年 这群阿公阿嬷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 虽然年纪很大 体力也越来越不好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上街头 但是相较于赋予牌的蔡博易 他的顾虑可能更多对不对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 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就是礼盲烂情 然后这些学生就吃饱没吃干 要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被利用 对 就是说你这些都是民进党派来的职业学生 可是事实上真的在那个里面参与的那些学生 很少人是真的是有亲近民进党的 可能说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把他们画上等号是很不公平的 那正因为这样子的政治环境 让大家对社会运动有一些误解 然后无名化这样 可是像蔡博易她就是因为之前不被允许 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 她那么认真的参与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她可以看到这个珍贵的部分 可是我们台湾人看不到 在你记录她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场景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描述一下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然后你们当下记录到了什么 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想一下 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说 其实里面影片里面有一段是那个 在院里返风车 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早上就是要把 那个公司 他们早上就要把风车运进去 那里面的抗争者他们是希望说 可以拖延他们运进去的时间 然后他们要在那边挡 他们挡不止一次 挡了一次之后又要再重来又要再挡 是直接用肉身挡 对 然后就挡了一天要挡个十几次这样 而且没有媒体拍 因为那边太偏僻 太偏远 又是一个蛮小众的议题 他们挡不是为了要引起媒体的注意 而是真的要实质的阻挡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而且还有一点是说 那边的警察比其他地方的警察更凶悍一点 就是说你即使在旁边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只是拿摄影机来拍 也有可能被抓 对 所以其实蔡伯毅他其实知道说 他做到一个底线是不会被抓的 就是他不要跟警察有冲撞 可是在那边他就是 其实是还是有真的有一点点危险会被抓的 所以我其实我蛮紧张的 他可能 我觉得他胆子比我大 他有可能还没那么紧张 我很替他紧张 我就想说你不要再前进了 是 所以其实他对于 因为我知道你对于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上一辈 对于政治跟社会的看法 你是很关注的 所以他的这些行动 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歧视呢 我所认识的很多的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 都比许多的大学生聪明很多很多 他们脑筋是非常清楚的 是 对 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有非常深刻的反省 然后自己去寻找资料或是参与讨论 做出决策 然后最后我们在媒体上看见他们采取的行动 对 可是通常媒体上只会看到他们采取的行动 而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到底他们在抗争什么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认识他们 从不认识到他们到认识之后 也有一个这样的转变过程 然后我也是从一个 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的人 到后来渐渐去理解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 对 即使以前有 但是在311之后 对 大家都目睹了那个可怕的景象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所谓的政治问题了 就是我们生活上所面临到的问题 对 你真的有可能是面临到辅导那样子的一个灾难 对 嗨 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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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